主赛,10万英镑买入的主赛 对,那这次还有一个是慈善豪克赛 对,100万英镑 其实我们这个Tryson的整体系列赛的买入都还蛮高的 就已经相当于很多其他比赛的一个豪克的感觉了 对,嗯,我们看到这边是给到镜头给到的红桌 目前的盲注级别是一千两千 昨天的那个五万英镑买入的决赛桌就相对来说比较 就是比较枯燥一点 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是等牌然后去做一个Shop的动作 对,不过我今天倒是看他们六人做的快速赛 其实就看到那个Ninus真的蛮厉害的 然后我就上网去查 反正他是当今世界上被公认最强的三名玩家 除了他以外,另外第二个就是Tru Taylor 然后还有一个人就是OTB OTB 他网路的ID啦 那本人是怎么样我也没看过 反正目前公认线上六人之后最强的三名玩家 那这个Ninus Flop其实他有些因为他打MTT嘛 所以我在现金桌没机会跟他碰到 可是我在打MTT的时候我常常跟他同桌 然后觉得哇这个玩家真的太厉害了 哦 然后查了一下他95年生了 94、95年生 也是我们这次赛事 24、25岁左右 感觉最年轻的一名选手 对啊 哇这个Flop是圈石钩啊 三个人都分别有击中 然后同时还都有这个成长空间 大盲位的Edo这边是Queen Joe啊 就是顶对加上一个双头顺的抽牌 而另外两边分别都是击中底对加上一个卡顺 啊 UTJ这边也是 哦 尤其这边牌感觉更厉害一点 一个底对 然后加上双头顺 加上一个后门的铜花听牌 后门的铜花延展性吧 对 Vogosan这边是利用自己的装卫 打了6000 18000底是打6000的 这样的话 可能两个 甚至Smith在这个Edo Call了之后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挤压这样子 它的后手线是16万 也是用根的 看一下转牌出牌的这样一个发展性 毕竟面对正面还是有很多两对啊顺子存在 转牌是一张白牌 但是对于Smith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红桃2 那这样的话 他果然来到了他这样 他现在目前是一个抵对加双头顺加铜花的听牌 很大啊 那这个Dance Smith选择了一个check 那这边选择check其实就是 他的牌很好 可是又不是到可以跟人家打完整组 就是他牌毕竟还没中 只是他牌有无限的可能 那通常像这种牌有摊牌价值 又可以有成长空间的牌 都会尽量在没位置的时候控制 所以你看我们Dance Smith选择的一个check 没有打得非常激进 可是他这边绝对不会是一个开牌 但我们这边的把Ido的那个Q打掉了 是 他的位置上来说 因为在上一条阶下注当中 就是庄位下注他跟注 后置位还有人跟注的情况下 所以他不确定第二轮后置位的动作 就干脆弃掉算了 所以位置还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的Dance Smith 这边应该是会选择一个跟注 看一下Rever 这边是他有一个top pair带一个flush 再带一个双头顺 这个非常多的出牌 好 合牌一将二 那我觉得应该会双方都check 那Verguson也担心对手有Q 那AJ也是有蛮大的showdown value了 应该是一个双方的check 过牌过牌 这边是一块钱 给他拿过牌 来给他拿过牌 这边是有可乐的 这边是个顺便 這邊有個A9O 那在這麼深的籌碼狀況之下呢 A9O用根圖是一個比較難打的結構牌 很有可能會出一個3-bet 那不然就是蓋牌 這就有很多工具 還要做到嗎 對 我應該要做到 它是有趣 我可以看到它是有趣 我沒有做的 我懂一些事情 我猜不太多 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的小軍眾中了一個 對,那我們Murkerson選擇一個磁血下注 還有一個後門花,還有一個overcut 尤其是現在,因為我失敗了一點點的 motivation 因為我太害怕了我當我玩的活動 但現在看起來很乾淨 然後你得到背後 你也有很好的200-400 Katya,我確定是人物 對,對,對 是,對 是,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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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階段嗎 有些階段嗎 我認為,超過100-200 常常沒有階段 但是有些古代的人也會想戰鬥 像我 轉牌是當時啊 那我們的蕭俊棟選擇了check Vergason也選擇了check 那這邊我覺得蕭俊棟應該是可以選擇自己做個主動的下組 因為可以架子下對手 比如說有七七八八九之類的牌 那對手也許會有一些 對子會做一些支付 那我覺得這邊可以下一個 下一個 我覺得可以下個三分之的 甚至我覺得這邊overplay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確定為了 在上一個很不錯 對方就是很好的遊戲 我對方很喜歡的 但我可以去讚賞 我玩了一次 我看過一次 對方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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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jack的我和桑这边是A8黑头 加住到5000 Cutoff有一个6-6 选择跟住 Dance Smith在大忙也防守一个60红星 前期我们还比较容易看到多一些这种三人抵持 或者多人抵持 K79 这手牌结束之后也是会进入到一个休息当中 稍后我们也是会有 我们现场的主持人为大家带来采访 转牌继续是一张K 那这样的话 可能又是一个过牌了 大忙这边是 大忙这边是因为完全是 对不起 大忙是卡顺的一个机会 对 但因为没有什么摊牌加 可是面对两家他也不太适合去做攻击 可是一对一的状况很有可能会跳出来打 对 关键转牌是一张叠牌K 所以变成说Bluff变得很难 好 我们的Adams 这边有个66 选择下注一个5000 看来是蛮有机会收下底次的 那我们的Burgerson连续check两次 那这边其实也不太有牌 有办法去做跟注 是 那应该现在想对手范围 因为A8在这边可能还是有领先一些牌 比如说有些石钩啊 勾圈啊 的一些 没有摊牌价值 可是却可以买卡顺的东西 在这边是有可能会选择一个下注 试着把对手打盖 所以他在A8选择一个跟注 主要是这个原因 可是如果掉出这张钩来的话 Vurgerson应该也觉得自己输了啦 所以他这边 应该也不能有什么动作 那我们Adams 这边应该就是 直接check showdown 有个摊牌价值 这边出门是 Nick Schumann Pocky Tens 在OTG家 加1 对 拿到10 很不错 加注到6000 卡套夫这边是直接把A10丢了 专位 我们Shokic这边 应该可以跟注 有效筹码还蛮多的 卡套夫位置A10就丢了 还蛮近的 因为其实面对 还记得那天MuMu聊到吗 对面对 你在Barton卡套夫 拿A10A狗 面对UTG前面那种位置加注 就直接丢掉 对 是比较好打的 好我们这边 被我们的大盲 选择一个挤压 大盲线是因为自己手了一张K的阻挡章 真的 Paul Your niece is killing it These are so good These are awesome They got like a nice stretch tool 这样的话 又是一个 一个大底池哦 三家跟注 因为破话是最后一个讲话的 所以 他其实跟注 从 从 从 赔律上来讲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他选择器牌 因为其实他已经是在这一轮的最后一个动作的人 他只要选择补齐 一万 一万多少 就可以看 就可以赢取一个九万多的底池 其实还是蛮划算的 Flub 是A勾三 两草花 这样的话 Shakichi这边是一个顶对A 出门被盖两顶帽子 张 大猫尉的张 是 击中的钩 他是做为翻牌前挤压位的 那可能 正面还是要去进行 他是 他做了一个过牌 嗯 这边挤过牌稍微好一点 因为毕竟 面对 你一个挤压的时候 面对 两玩家的跟注 那你的 你的这个钩 很明 两家很有可能会比较有Ace 那他这个钩 其实可以过牌去做个控制 那他牌还是有些成长的空间 那如果在这边大家都过牌的话 他很有可能在这边会做一个下注 可是我觉得这边check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毕竟像有那么大的底池 你这边如果选着check去缺扣的话也是还不错 那我们的necq们这边应该只能盖牌 下注三万 三人check跪调节的情况下 shark去这边是选择用A跟注 因为对手如果有A且大踢脚在翻牌前做挤压的情况下 那在flop一定是会做持续下注的 左排是一张圈 哇 这样的话 张应该大概率知道自己的勾是落后的 不管是flop这样A还是转排这张圈 所以 两个人做摊牌 我没有看到你开了 你没有看到我开了 我没有看到你开了 我的shark去其实在后面控制打控的蛮好的 在有位置的装置下没有急着去铺这些牌力 seemed a little small Nick I'm glad you came out played some poker Thanks Jason me too 这张已经被蛮多次3B了 他这 这 而且他之前自己做Squiz的时候也亮了一首K GO 所以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形象在桌子上不是特别好 所以基于这个的考虑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在这边CO和庄围会想多 想真的想多就撞钢板了 他的3B真的算是蛮多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他很多的3B 你看 想多了 你看 这扣的4B 冷4B 真的 对 对 他主要不是扔4B 他直接4B 他是Cut open被搬了3B 然后做了4B 那Nick Schumann 这边很有可能 我觉得很有可能他只用跟的 因为他现在有位置 那如果这边跟进去的话 跟进去的话 就大概有一个 10多万的底次 那他后面大概1比2左右的 欸 蛮好打的 那当然很多状况 你这边选择5B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这边跟住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对手的太激进了 那AA在后面做一个埋伏 有位置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是一个还 蛮多人会这样子做的 就是拼跟ASUS 是的 因为这边ALL IN太强了 想要多赢一点 果然他是对这个 这个对手已经产生了不信任度 打很激进啊 这个小张同学 选择下足了一个五分之一的柱 那Nick Truman 这边对他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 跟住的一个牌 也不用急着去做一个RACE 这边已经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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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 如果TUN掉了一张 TUN如果掉了一张 TUN如果掉了一张 死的话 他会不会直接 就凹爬我 因为有个双头顺的机会 因为有个双头顺的机会 看来第二张二 我觉得JQ应该要放弃了 因为假设对手 也是会有些SKING的范围 那他自己手上拿了JQ 对手JJQQ 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多 对 那对手可能就是有KK 有AA 有AK 对 那JQ在那边 应该是会选择放弃了 当然也会有JJQQ 可是就相对 他这样子拿 因对方 从6个combo 变成3个combo 其实就少很多了 我还来啊 这么凶啊 再来的话 应该只能打个 4万5 6万8 那Nick Schumann在那边 会不会把对手解毒成KK呢 可是AA一定不会盖的啊 一定是打完的 一定是 一定是继续跟的 想是这边用跟的 还是直接就打过 应该会用跟的 OIN也是有可能 倒闭 这个被连扛两把的River 应该是要放弃的 River中了一个Jack 诶? 那这样变得有 就有点 探牌架 只是可以过半 可是应该知道自己 这个探牌架没什么用啊 对于对手连扛两把啊 不是KK 就是AK QQ都不好跟 又AA嘛 对啊 然后转成偷鸡嗎 好 28万5的底线 选择了一个Check Nick Schumann这边应该会OIN啊 因为对手 有KK的话 一定会继续打下去 会不会打小一点 会比较好一点 应该也是要OIN 他要去抓他的K嘛 嗯 当然如果他有QQ也是有可能啊 就是去 去价值下注一些比较小的Q 可是现在底子 已经28万5了 应该是OIN吧 因为对手后面只剩下13万多 好 就来到10 我认为10 真的 因为他们做了3分 对吗 你先看了一会 所以它是23分 我认为10 我们有很多 我们都要多了 很大 很累 20分钟 很快 更多 更多 5分钟 你觉得什么 你会认为 快速度的 在哪里 沒有什麼銀牌 對呀,沒有什麼銀牌 對 沒有什麼銀牌 還是要氣的 氣了 啊,扣了 啊,扣嗎 這一把 扣的算是有一點 對手好像不太有bluff的範圍 因為對手是過牌跟住自己聊天 對 最近像這些高額的系列賽 可以看到很多中國的玩家 還有馬來西亞的玩家 一圈很好 我們台灣有一個玩家 有參加傳結系列賽 一個James Chen 那這次沒有來 那James Chen 算是我們台灣唯一的 能打的只有他了 可是他這次沒有來 那平常會參加台灣那些比賽嗎 嗯,台灣的比賽可能打的比較少 那他都是打的比較高 而今年Steven Chuik 不是拿下第一條金手鏈嗎 跟他Hands up的就是James Chen 那James Chen獲得第二名 也是贏了 一百萬美金啊 那也算是他 他在個人比賽的 單場的 算是好像最高的獎金了吧 那James Chen 本來就是一直都是屬於一個 高額的玩家 A圈對A圈 兩個選擇過牌過牌 在一個七八四的面上 Marinowski Marinowski 怎麼念 Marinowski 對Marinowski 好,目前雙方都不太感動了 而且發正面感覺更危險了 目前底池是一萬三千五 只是一個標準的這個 Open Core其實底池也不是很大 所以不太需要在這個面上去做 危險動作 而且A圈是有蠻好的攤牌價值的 雙方有可能是AX的MISS 這樣是合牌一張二 發的路數不對啊 DanceMISS這邊是 想要偷嗎 但是其實合牌是 偷不掉對手任何成牌的 對 只能打掉的是一些 自己本身就領先的牌 而且本身AXQ還是有一些攤牌的價值 對 果然還是做了一個check 那迅速的過牌過牌兩個人 兩個人 兩個人chop 哦,有小 也有好的分 分下這個底池 對 好 UtG A3不同色 直氣牌 直氣牌 還在各位的 Thoriz Raze到了6500 用K勾不同色 這邊 VogueSong的K9 黑桃 感覺是可以去 如果想玩的話 可以去對他做3bet的一手牌 或者這棋牌 啊,選擇 選擇跟住 猜錯了 裝衛的 Antonius 丟掉了A8 啊 這樣的話 Dance means 在自己只僅僅有12個BB的情況下 拿到了一手1010 非常的新穎 看他會選的 這應該是直接O-in吧 直接O-in 對 K勾和K9 肯定都跟不動的 他這個時候可以3bO-in很多牌 谢谢 K9接了 我的嗓子真的是 不太 信任对手 12个BBK9要接吗 回头 要用软件查一下 如果是直接后卫的O-In和Call 应该是问题不大 可是3B O-In 我不知道情况会不会变不同 合拍一张十 但是Smith才变成了这个 三条 你知不知道 像Rubble 例子 在中断的Cash 也许是在中断的Cash 因为有个像的 你会玩每次 我会玩一次 我会玩一次 不认为一次 不易是 但是立即把你最忘 선생只问 确实都 我大概去不足 对 himself 你觉得有这个 anunci degree 如果有 этих 可能还让他别不吃 虽然 taş到Go 주고 我們又看到桌上一個女性玩家 BIG NOW 是在裝位 用K勾不同色進行一個open 大王位的BINGER是選擇用A10紅心防守 Flub拉抬是勾實實的這樣 兩個人竟然用check check過牌 不知道是不是女生的第六感 嗅覺 這樣的話BINGER可能要先打吧 目前底值是一萬九千打輕一點 做了一個超級下注 25000 這樣的話在Flub沒有動作的情況下這個K勾 哦 畢竟是擊中了頂隊啊 選擇跟住 齁 炸彈 炸彈 這樣的話變得BIG NOW更要損失很多 就是必要做個支付啊 對 肯定是要跟 因為他們 如果下載 一個大一點的人 他剛剛在轉排是一個overbid 對 Flub兩個人是check check的 現在是7萬 可能會再overbid一次 9萬6 在7萬底值下注9萬6 BIG NOW會發現這個... 對 哦 還是扣了 哇 遇到夾子 嗯 哇 這個打得很好 好 96萬 是 這一個是勾圈方版 在Hydra or Jackson Queen 是K9 不同色 Sedra Idol 這邊有一個同化的廳台 然後另外一邊是頂隊 還蠻戰鬥面的 選擇下注一個差不多一半的地次 那我們Jetzen Queen也是一個 這個很簡單的缺口 那這個 球球Idle這邊應該是會連續打兩包 不過這樣我這邊是被Check Race啦 那絕對是不會蓋牌的 我們看轉牌會不會來一張 9好了這樣比較刺激 多一個GOT 喔來一張Q啊 那球Idle這邊是蓋不太掉了 嗯 那我覺得Jazen Quinn在那邊 這個Check Race被跟啦 我覺得很有可能他會選擇 控持Check Code這個Turn啦 那當然正常來說很多人會在這邊持續的下桌 那他選擇這個Check Race的Flop 就其實是叫做4Value嘛 他的K嘛 可是其實被跟下來他還是會輸給對方的一些範圍 那但並不是 並不代表說他沒有牌 那這個K9也是一個Check Code的一個牌 River被我們Idle中了一個Flush 那我們Jazen Quinn也是一個K 那我們Jazen Quinn也是一個K 我覺得這邊應該會先Check來看是不是要抓River了 因為這邊選擇一個下注 其實Ace也是我們的Trade Open的範圍裡面的牌 那這邊勢必會做一個 我猜是一個5萬的Value 所以這邊如果是Johan的話 所以這邊如果是Johan的話 我覺得Stryder應該打5萬的3分之2是差不多 4萬2 那Jazen Quinn這邊就會想說要不要抓 可是Johan通常是一個比較能扛的人 所以很多人應該就會蓋掉 可是Jazen Quinn很有可能這邊會來抓的 因為畢竟TEN的話雙方都沒有打 變成是說我們的Stryder這邊要打的話 至少要兩隊以上的牌才打得出來 嗯 再思考吧 自己真的輸挺多範圍的 這首 贏是贏類似於 七八聽勝破產 類似於這樣子的 氣了氣了 對 因為實在沒什麼贏的 而且我們的Search Idol 它是算是打得比較緊的 所以它只能River敢打出來的話 它的Brop也比較少 那以我們目前收到的資訊呢 這場10萬英鎊的主賽事 買入已經有67個買入 有三個River 600多萬了 對 獎池已經來到629萬 那現在 我覺得其實有機會到1000萬的 嗯 有可能到1000萬英鎊 而且它目前還是帶一個可以重進期嘛 對 那今天預計會打10個級別 嗯 那我這邊是在Hijack 拿到了K圈 是根柱還是做一個3B啊 喔 用根的 喔 用根的 破壞槍口家做的3B 蠻鬆的 你Bingers拿到勾勾 裝欸 28500 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Square到28500 破壞應該是要棄牌吧 3-3還是 不是特別的 而且主要是 後面還有一家 玩家沒有行動 雖然這家玩家 在Flop跟住的牌力 而在販賣前跟住牌力 不是特別顯得很大 通常3-3是會棄牌 可是破壞有可能會哏 因為畢竟它現在後手還有大概10倍啊 所以有可能會去抽一下 是有可能的 嗯 我們的King Queen蓋牌 那看會不會來一張3 給我們破壞帶來一個set呢 之前有 有一個說法說 前衛不要玩小隊子 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 223-44直接蓋不了 對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它可能會有一些反向 反向value在 就是 中了中了中了 哈哈哈哈 那我們引拼個這個Pocky Jacks 我覺得也是一個check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攤牌 有一個帽子 有攤牌價值 就是在面對UTG的Open 那UTG的Open其實有蠻多所謂的Ace 然後敵抗你3B有一些大的Ace 然後還有一些手裡隊 那基本上手裡隊 引拼個都是領先對手 所以是可以不用打的 那如果對手 如果對手有Ace的話 那其實 如果對手其實有Ace的話 這邊 如果引拼選擇打一把 我覺得是有點像是那種 投石問路啊 只好想要知道一下對手的範圍 有沒有Ace 那因為這邊如果被打的話 那應該就很明顯知道對手 對手手裡的牌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比較傾向於Check 因為畢竟一批Open的牌 然後再去扣你3倍 你的所有的 他的所有手裡隊 JJ都贏嘛 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如果對手Ace的話 JJ也不會贏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 Check這個Flop 轉牌 轉牌是這樣 7 那如果引拼選擇這個策略的話呢 他的這個轉牌 我覺得還是 如果他會打這個翻牌 他很有可能 這邊還是會下個超級小 譬如說 當然我覺得有可能會Check 可是如果他打翻牌 有可能這邊下個什麼2萬5 然後希望可以River Showdown 他希望這邊打了 然後對手不要加就可以開牌了 因為如果要這邊Check的話 Pofar這邊River跳出來打 你會有點不知道 到底是會KING QUEEN MISS啊 幹嘛會不會轉成BRAV 我剛剛說的反向價值來了 就是他會有Space Set 或者Shit 那輸很多 哇 這邊 Race來Race去要打光了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Pofar要怎麼做呢 Pofar這邊 我覺得這邊要打一個很重 然後可能被ALL IN要蓋盤 因為對手還是會有一些QK組合 我覺得可能會打一個 我就打個POP 打個10萬 然後後手只有21萬 啊 打很輕 打一個4萬1 4萬1 那這邊其實打一個很輕 會有一個比較 我會覺得有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 打很輕的時候啊 你當你在River被Race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是Race你兔胚 還是Race你順子 還是Race你set 你會不太知道 那如果你是打滿持的話 在這種結構上面 對手 兩隊都只敢用跟的 可是你這邊打一個這麼小的 可能會對手會 加住你兩隊 那如果Pofar選擇 這邊打一個這麼小 被Race的話 他就是打算用POP 喔用跟的 被加住到15萬 喔 對 Jax 喔 Pofar馬上第一時間 說出對手是Jax 他剛剛說對手是Jax 喔 他也沒有猜對手是QK喔 直接說對手是Jax 表現得很像 合牌空降 哇我們的Pofar的 毒牌 是越來越精準的 很明確的指出對手是Jax King Queen 他有在唸 KoKoKo K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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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PASSION 跟 ANTONIO 選擇加住了一個 S QUEEN 那我們索斯亞將在大盲抵抗一個7-7 那兩個都是差不多是一個騎士籌碼 25萬左右 那我們的 ANTONIO 這邊有 S QUEEN 那選擇一個持續的下注 選擇下注並不是很大 在1萬9500的底池下注7000 那索斯亞將這邊也是個很好抵抗 很好抵抗的一個7-7 這邊可能就3-3會蓋啊 那你看只要只有一頂帽子的話 應該都還是會選擇一個跟注 那這張死其實對我們索斯亞將是非常好的 對 那也是一個可以繼續check code的一個牌 其實在之前的那個 那這個死也是讓我們 ANTONIO 一個台階下 讓他可以check 之前的那個百萬十下賽當中 其實索斯亞將表現就已經很棒了 欸這邊索斯亞將我覺得是個蠻適合做一個價值下注的 因為其實 對手check這個turn啊 基本上對手不太會有時啊 那對手可能有一個S High 或是K High 我覺得這邊可以下很小的 我覺得可能是個五分之一 6500的一個 我覺得下注一個6500的一個價值下注啊 而且如果假設整天索斯亞將是個67 好68 我覺得也可以做一個 可能1萬塊的一個bluff 哇下2萬2喔 這個2萬2是想要 拿比較大的價值 其實這個2萬2 他沒打完 我還真沒想到 這個size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因為其實假設 如果他要bluff的話 他就是打一個這個 打這個size 是一個bluff的一個size 那當然現在其實是有牌的 這個size 我沒想到 可是 我想 他打了之後 我覺得這size還不錯 蠻厲害的 UTG這邊 那是圈石 還是直接蓋牌了 那是 Cut off 再次拿到旅手 不錯的牌 A9O 的open的底範圍的位置 是在Logic Logic就是button Cut off Hijack Logic就是 就是button 數過去的第三個人 喔 Smith 這兩天運氣不錯耶 他 又哪裡可以 而且他前面持續open之後 可能 可能別人會不相信他 對 不過這邊應該就是一個3b 然後對手 可能就棄牌 這樣 因為他現在有點深 直接all in的 30個大王直接all in啊 有些人有時候覺得 只有30個大王直接all in 會不會太多了 幹嘛 可是其實現在 30個大王直接all in的策略 蠻多人這樣搞的 可能3b all in最好的這個籌碼量 就在30 20到30之間了 以前人家都覺得20很多 然後後來覺得 30很多 可是現在其實30的蠻正常 對 因為你再少一點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一些範圍 可能會你會比較容易被接 而且你的牌 就是你的牌esking當然很棒啊 可是 你真的有時候被人家抵抗扣進去 你還是會承擔一些風險 所以 還是 還是 還是直接all in的話 會讓今天事情變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的 喔 我們的另外這張桌子 一個三家的 Pucket pair 然後讓我們Dance Miss 這個短碼 中了一個頂三條 Dance Miss 這段時間的運氣真的蠻好 又是AK 又是10 然後66中set 厲害 那這邊我覺得很有可能 直接做trick race 關於他中set時候 兩個都是over pair 這手牌蠻好看的 而且感覺是Verguson 在UTG Open Antonio Cole 然後Dance Miss Cole 然後這個三人底次 那這邊 因為他後手很短 用Race 用根人其實都可以 如果這把沒有位置的話 Dance Miss沒有位置的話 Trick race會比較好 因為這樣子 要把主攻選 拿回到自己手上 我覺得如果沒有位置的話 Trick race會稍微好一點 喔 我有時候前面也是個超隊 Buguson 為什麼就 麻煩了 決定變得很艱難 Buguson變很麻煩的 因為你看Buguson 他是一個open racer 然後在 這個狀況之下 遇到一家打一家跟 他99其實真的很麻煩 他不知道會不會一顆是77 一個88在那邊打 那 重點是他自己又是短嘛 他這邊其實 我覺得是一個蠻難決定的 你這邊 你要蓋掉其實 有點 有點蓋太多了 喔 損失 對 損失太多了 因為你的牌很大 你的99是 Top 5 range的牌 然後在這個結構上 你要選擇蓋牌 是很難的 而且沒有一頂帽 喔 全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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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要時時搞不好 來一個跟注的 有可能 真的搞笑 因為Dance Miss 有可能是個什麼 七七八八 然後Antonio 有可能是什麼 然後你也不知道 Vurkissen會不會 譬如說有一個 什麼 AK黑桃啊 什麼 這個很有可能 這把會讓Dance Miss 撿走了 因為兩家都短碼 那Antonio這邊 all in的話其實 死錢這麼多了 那13萬8在裡面 他現在是 並且是說他只要補 他沒有要補多少 就可以進去 然後變水位了 好 這邊是三加O1 Vurkissen 這個99真的很難打 這個超難打的 這個 這個 4-5-6-Bowl 一個打一個扣 然後自己又一個短碼 你很 很有可能不小心蓋錯的 這個99真的是 對 哇這個我真的 這個我真的 我也不會打 冤家牌 是啊 可是這個99很煩 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了 我沒有了 Dance Miss 最後一個 introduci 是淘汰了我們的Berguson 他從那個只剩下16個BB是一路往上打 現在已經 他現在已經有30萬 30萬人將近打到100個BB了 對 這實際上運氣真的蠻不錯的 哇 Berguson這把說實在的 這我可能也要好去問問看 有一些有比較驚豔的人 這把牌我真的覺得是一個超級難處理的一個spot 你在一個 其實他是UT界位置open 對 然後UT界加1call 然後cut of call 其實表現出來牌力都蠻強的 都有不錯的牌力 問題是在456的結構上 對 還有兩張是黑桃 對啊 你有可能有一家在買的話 有可能有一家有7788 其實是蠻像的 那同時那時候 剛剛底詞已經很腫了 因為只能用平跟的 所以他可能沒有想過是很強 因為那把dance piece有位置嘛 所以用跟住的就可以了 期待